ABL多立馬職業籃球亂賽 這場由白昇香港東方 主場對著西貢熱火 東方繼上場擊敗了富邦勇士後 這次回來主場面對著熱火隊 開球初段,熱火也手感不錯 湯神要強三分球 一度領先的7比0 沒錯,東方也用外圍去對抗對方 雪杰分,領下三分球 開頭一、兩分鐘時 最後,東方的手感不太好 但慢慢開始找到接走 但反而熱火隊也有你無理 他們的進攻也很醜 這邊又是湯神 記得領先過18比7之下 東方叫了一個暫停 不過暫停出來後,東方又有起色 又是他,蕭健分 在另外那邊的45度左右 射了一個第二次的三分球 其實在第一節來說 熱火一舉,最搶眼的是九號貝爾 不過這球球也很漂亮 看見就是班頓公士達 撿到球後,砲檢式長傳 給了陳少榮 快攻上籃 今天太久跟貝爾 倚人組合的威力非常大 尤其是貝爾 今天的三分球的威力很強 對,之前效力的武門戰狼 剛剛上場才加盟的是西貢熱火 少榮這球很漂亮 抹過了冰城森 之後再在底線放高籃,入球 打完第一節 西貢熱火領先28比24 現在看到第二節 貝爾繼續熱身 這個高大的球員 不斷在三分線上入球 不是班公士達 一個左手轉右手之下 壓著籃,放得很溫 其實熱火隊曾經試過在半場 領先過最多11分 這邊看見是效力熱火隊的迪卡 放個擦板 一直都是熱火隊控制戰局 這邊看見拉利羅斯偷到球 雖然失平下不入 但幸好有荷尼菲特搶回 之後再用單手入盡 西貢熱火也是靠阿諾 太久做了一個拆動 不過這球以為他做拆動 突然在變幅壓住拉利羅斯 輕鬆的兩分球 對,深目的泰雷 也是剛好第一場 加盟是熱火隊 在後備力量方面 當然少得有張文平 他下來繼續有三分球 打完半場 熱火都領先 49比46 我們看到第三節 這邊看見拉利羅斯 整個擦板 西貢熱火 這球不迪卡衝過去 他躲身上籃 是的,迪卡眼見對方的 班農古斯的防守 可能比較脆弱 陳少榮 今天繼續以正選上陣 這三分球 當時追到的是兩分的差距 明顯看到少榮 比上半場主動進攻 然後再看這球 拉利羅斯 看見達領球也是反支持 沒錯 而且西貢熱火仍然是泰雷 還有富爾的組合 一個Pick and Pop 再來三分球 富爾的手感很好 一直保持著 班農古斯的 上線做個爆籃 進去轉身 左手放個拋頭 滴滴滴滴 搞定 一直打到第三節 其實雙方的分數都很接近 東方打完第三節 領先65比62 現在領先第四節 蕭健分 又來一個三分 領前三分 今天John蕭 今天三分球都去到 五射四中 好,Sum Thompson對著張文萍 接著N1 都知道張文萍過半身 John蕭在這球三分球之下 可以說是為球隊打壓之球 心針之餘 奠定勝局 高士拿的時間差不多了 這球超遠三分球 對,這場唯一一 就是入球三分 六射中一擊 尾段熱火都還嘗試追分 Thomson 個人突破 射入了 今天熱火隊貝爾 拿了31分 但都能擊敗我們東方 最終我們香港東方 以84比75 擊敗西東熱火 做出兩連勝